好我們回到如果說你想要買房子的話 現在價格這麼亂還有人在炒作還要戳破 有什麼樣可以保持甚至有機會增值的黃金屋要怎麼調 馬上已經講到黃金屋了 我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時間快結束了 我們快點講 我補充一下這個房地產這一次為什麼會上漲的原因 因為這個畢竟這個發生疫情之後呢 美國開始印錢嘛 這個錢印的真的多 之前的這個存款餘額大概1.17兆 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7點多兆 那這件事情你看啊 其實澳洲疫情最嚴重 可是它房價漲最高 美國也漲 加拿大也漲 德國全部都漲 我們很奇怪說美國疫情高 然後失業率高 那為什麼房價會漲 其實全部都是錢堆出來 因為印鈔票之後把錢堆上去的 那明年又有所謂的通膨 所有的通膨的預估呢 都今年都是藍色的 都是CPI就是所謂物價指數都是負的 可是明年全部都是從0.88到1.6左右 所以預估明年如果把錢放在現金 像死位這樣子 可能就要小心一下 他的明年的現金會縮水 那縮水的情況下 到底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當然就是為什麼會這一波 會有許多人沒有買房子 會想去買房子 因為他如果沒有投資股票 或者他已經有股票了 可是他沒有房子 他是不是要趁現在呢 進場來買房子 那現在全省都 又怕買貴了 對全省都發生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我自己了解是 全世界的房價其實都上漲了 我補充一下 台積電到美國各位知道去哪裡 要設在哪裡嗎 你看都沒有人在研究對不對 我做房地產我就會研究 台積電要去亞利桑州的這個 chander 鳳凰城 然後裡面 就是說你要去新竹 新竹要在哪裡 楊映聰在那邊問他一下 在科學園區了 chander的嘛對不對 就是美國的chander的這個區域 你看到他的房價呢 也是上漲的 有沒有看到他的房價 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個是撬上去的有沒有 所以台積電去到哪 哪都房價都上漲 這個是確定的 所以大家進攻美國了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點從很多來評估來看 來印證看是不是正確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本土 本土就是說 那我們哪些地方 比如說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我們這一次未來 就會看到說 剛剛講的台北跟新北 目前都沒有漲上來 下一波等到大家要進場的時候 做資產配置的時候 那台北新北有什麼地方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就講 南港 信義 士林 都庚 這些地方是這樣子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推案量 目前總推案量裡面 然後是韋老跟都庚 佔的比例最高的 就這幾個區 就南港 信義 跟士林 那所以這些地方呢 事實上它的需求也蠻高的 那價錢的目前也不是偏高 那哪些地方可以 來做一個 將來進場的一個考慮 我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士林 環狀線的這個北段來說 環狀線呢 各位你看它以前 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是原來沒有通 也就是從哪裡呢 就是說從這個五谷的 這個產業園區 一路拉 經過這個盧州 再經過士林設置島 再經過中正路 然後去到這個太平中學 然後去到故宮 然後拉近這個大直 各位想想那 這裡面經過的這些地方 過去因為沒有捷運站 所以它相對它的發展 它的房市是相對比較偏弱的 可是這幾個站下去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個巨大的一個變化 那這些呢都是 如果你要做房地產 你除了自住以外 或者是你想要買一個未來增值性 比較高的時候 這些地方都是你可以 特別去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再看看 那為什麼士林呢 有不錯的一個 我只是推 我們都士林人耶 都士林人 我只是用這個來做 趕快讓我們加這個房地產 用重大政策來談 下次我們可以抬台中 要買哪幾站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這樣你看士林 好不容易有一個叫士科 北士科 那士科的發展 當然它裡面 就是有帶來的工作機會 也帶來居住的需求 也帶來交通的便利 剛才看到那個北環線 為什麼要這樣拉起來 它就帶來正面的一個幫助 那再加上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叫科學藝術園區 就是我們的天文台啊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兒童遊樂區啊 我們完全都在那個附近 就是跟士科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推啦 我推論 因為它的站 其中一站就放在哪裡 放在士林跟積合路口 那它的旁邊是什麼 一個是士林這個行政中心嘛 那它旁邊的房價 會不會產生影響 會 因為過去那裡要做捷運 必須要搭兩站 才去做到士林站 那未來這裡是一個站 那另外一個站在哪裡呢 下一個站就是士林站 各位它都是走地下的 那下一個站從哪裡出來 就是士林關底 雨農路口那裡 那裡呢就太北中學附近 那那邊呢 現在其實它交通也不方便 因為它必須要做兩站 才能夠到三站 才能到士林站 將來這些捷運幹好之後 它其實它會變得更便利 不管往南往北往下往上 全部都可以串聯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 各個地區的交通建設 如果能夠有這方面的幫助的話 它其實未來在房價的上升的 這個可能性上 是比其他地區相對有比較高的機會 都跟交通建設 是 你贊成嗎 我覺得眼見唯品 因為這三個都不是我贊成的東西 因為柯文哲如果今天 你贊成的地方沒有幾個 不是你要想 如果今天柯市長已經不做市長了 這些北環線 下一個市長會不會卡掉 有可能啊 你不要忘記台中高雄 都是這樣卡掉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為有捷運線 就有了不起 高雄是有捷運線 也是那個環狀線嗎 也是被卡掉啊 懂嗎 所以眼見唯品 那我最推薦各位就是說 市區要買五年以上的 中古大樓或者 中古大樓或是城屋 或者是老公寓 不能買新的 新的不好 因為現在新的太容易漏水了 那中化區千萬不要買 我以為是老的漏水 不是 新的才會漏水 老的不會漏水 因為漏水修過了 所以你看新的 中化區不要買五年以上的 現在又漏水 現在公布一下黑心建商 剛蓋完就漏水 我們剛剛提了很多間 都是那種蓋好就漏水 不是我在亂講 它就是漏水 高雄一堆建商漏水 台南一堆建商漏水 都不是我在說的 那個住戶嘴巴閉得要死 可是受不了 新房子就漏水 所以你要這樣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一間新房子 然後沒有住過 要小心 它是五年以上 人家前面有修過再買 如果這是五年內的新房子 沒有住過的 沒有住過不代表不會漏水 因為沒有人住 就沒有證實它會漏水 住了才會漏水的情況 你懂嗎 所以五年內的新塵屋 在重化區 在一些膠區的地方 真的不要碰 因為碰了你會吐血 以上給你參考 也不能買預售屋 對 好 最後一點時間正嫌 法術行情簡單講一下 有沒有跟大家提點一下 最近很多 其實現在所有的法術 都集中在IC 特別在IC設計 所以不管是之前的 製造業的一個萬宏 或是今天集合辦的益龍店 那我覺得決戰點在哪裡 決戰點在2303的聯電 跟禮拜五的聯發科 那聯發科到底五局的市場率 能不能節節高升 當決定的IC設計的本益比 能不能重新佔回去 所以聯發科禮拜五的法說 能不能佔回700塊 將是一個重點 另外聯電的法說 也會宣布明年的獲利 能不能節節的一個高升 如果我們到聯電今年 算是漲幅非常的一個兇 如果聯電認為 他順利的買下日本廠 可以增加他的獲利 讓聯電的評價又往上走的話 那國內整個IC族群 就有機會再往上評價 所以我們看 今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12.8 12.9 13.0 我們看到重點都是IC設計 不管聯電普瑞這些 不然就是在一個 所謂蘋果概念股 但蘋果概念股的獲利 大家比較能夠抓到出來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注意 在這個美中角力戰之內 台灣有可能獄棒相爭 魚翁得利的IC設計 將會是這一波法說行情中 投資人認為 必須要最關注的重中之重 所以這些是可以跟著法說行情 聽到一些消息 再去檢視你的持股操作 是的 有些股票 雖然你表面上看起來 長得蠻高的 可是它第三季活力 其實還蠻驚人的 因為我們看到 國內第三季的IC設計 出現蠻不錯的 不過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也有兩檔股票 因為公布法說稅跌停 所以現在正是大家好好 檢視手中持股的時候 請跟著我們法說會的腳步 一一的檢視你手上的持股 我相信就可以在選錢 做出趨吉避兇的動作了 好 謝謝我們今天三位來賓 前進股市房市 祝福大家一切操作順利 下次再來PK了 我們在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非常 謝謝 感谢观看